哎哎哎哎 等一下 老三卡在一個尷尬的年紀 我不要看到我的媽媽跟別的男生親熱 她會很尷尬 然後她就一直都阻止我 最後我是用賈靜雯 因為她跟賈靜雯的兩個女兒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常去他們家 我就說你看靜雯阿姨 她也拍很多親密集 最後還得心麻將 她就是一個專業的演員 然後她也沒有入外遇什麼之類的 然後她才覺得說 好像可以接受 我們敢跟家人一起看嗎 跟家人一起看嗎 龐白哥報報小S床戲 全假新聞下海說服老三 請教周迅演技還嫌沒什麼用 因為吳康仁小S激情戲 台劇此時此刻未演先轟動啊 十級動員一大票演員 全都是高手中的高高手 不可能小S一枝獨秀吧 結果監製說話了 我覺得小S 演員要接受那樣的劇本的題材故事的時候 他真的需要非常多的心理建設 他一脫衣服的時候 我就有看人家想說看一下 我想說 是我喜歡的那些 小S的心理建設就是這麼樸實無華 劇中他們分別是布倫男女的另一半 桌間竟然桌到來電 很久沒有演戲的他接演之前不少腦內小劇場呢 一開始知道是他的時候當然是先非常的開心跟想說沒問題了這部戲一定是有一定的質感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又變得很俗辣 因為我想說他這麼會演戲 如果我跟他對齊的時候會不會感覺整個戲被我拖垮 所以我那時候是有點害怕 可是後來越演越覺得很有安全感 我們彼此評價對方的另一半 我就說其實你老婆還滿有魅力的 可是如果停在這邊就覺得 欸好像有點軟掉 所以我就加了一個說 他是不是有點偏矮 然後導演就跑過來說可不可以不要講偏矮 我說那略矮可以嗎導演 他說也不是 我說比一般人類矮可不可以 他說這都是小S 後來我就把用比較那個含蓄的方法說 他是比較矮 導演就一過來說 不好意思S姐 你可不可以不要翻白眼 我說我要翻白眼嗎 他說有 因為你剛才翻白眼很像小S 我就想說哇好難喔 我不覺得像是在跟一個很久沒有演戲的人演戲 反而是感覺好像是一個對於表演是有熱忱 而且是很專注的一個演員一起在工作 一直要說服他繼續拍戲 就要一直不斷的稱讚他 因為他 因為你每次稱讚他一次 你就會覺得他整個人又不一樣 他就像個容器 也許主持人工作他已經是滿滿的 但現在的容器很空 需要給他不斷的養分 然後接下來就是 大家可以期待他下一次的演出 然後每一次要接戲的時候 我都會開一個演員的群組 裡面就會有大鞭次 范小軒 周迅 劉若瑩 哇哈哈 你這個圈子好大盤喔 你覺得嗎 然後我就會開始問一些很蠢的問題說 如果哭不出來怎麼辦 大家就會安靜很久很久很久沒人理我 然後可能有一個人覺得我太可憐了 然後周迅就會說 我不覺得一定要哭才是悲傷 然後我就想說 那也是那個周迅才可以演出不哭 可是卻很悲傷的眼神 所以我後來發現演員群組就是沒什麼用 老三卡在一個尷尬的年紀 我不要看到我的媽媽跟別的男生親熱 他會很尷尬 然後他就一直都阻止我 最後我是用假靜雯 因為他跟假靜雯的兩個女兒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常去他們家 我就說你看靜雯阿姨 他也拍很多親密戲啊 最後還得金馬獎 他就是一個專業的演員 然後他也沒有日外遇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才覺得說 好像可以接受 敢跟家人一起看嗎 你家人 我只是敢跟我的好朋友一起看 參理娛樂新聞想看報導